我们知道UDP TCP IP 他都是什么Best Effort 这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他都没有Guarantee on Delay on Loss 所以他全部都没有 他通通都没有Guarantee 那可是在多媒体里面呢 我们却又要有KOS 对不对 那那那怎么办呢 那那那这个 我们我们现在就等于是 要用这个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Application Level Technique 然后to medicate 或是best possible effort of delay loss 就是我们仍然 这环境就这个样子 你不能说我 如果能够改变环境那OK 不能够改变环境 在你可以改变的地方 在应用的这个地方呢 我来来 我不能把所有的这个 全世界的Internet router全部换掉 让它适合QS 适合多媒体的 没办法 那我们就软体的部分 应用的部分 在那上面在信我们 那些Protocol 我们做一些这个 做一些 Best possible 最好的可能性的这个 改变的帮忙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了 其他方法就是 这这几个我想不详细谈 稍微提一下好了 可以稍微提一下 快要下课 一个是 整个改变Internet 就刚刚我们说Internet reserve end-to-end bandwidth 那这个我把整个Internet infrastructure改变 那某种形式的solution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把整个Internet infrastructure改变 那另外一个是 在application layer就是这个 当你需求多的时候呢 我就给给你多一些 那那这个 内容 content distribution 这我们后面也会谈了 在application layer做一些 那第三种approach呢是 differentiate service的philosophy 这我们在QS的最后也会谈 就是说 我们把Internet infrastructure呢 变一点 稍微的变一点 然后 然后这个分成不同class的 那那你说变也怎么变呢 那 底下不变 我们在上面 分类 把这些服务呢 我们在应用程式分类 可是问题是 问题在哪 问题在 有人要跟你玩 有人不跟你玩 你整个改变架构的话 他不跟你玩 他都要follow这游戏规则的OK 那 那我都不改变游戏架构 那我全部是顺从这个系统 那第三个是 你改变游戏架 改变了一点 那 那有人要跟你玩 有人不跟你玩 他就会 就会 就会有 有这种 你可以在你控制的范围之内 大家玩得很好 但是 有些范围是你不能够控制 基本上这三种方法 大概就是三个 不能说三个方法 三个philosophy 就三种不同的approach 就你是要 你是要跟 跟这个环境抗争到底 跟这个 跟这个现有的这个 体制抗争到底 还是 还是这个 你要顺应体制 还是说 一半一半 这个 那 一点慢 好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再来 看一些protoco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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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